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不像肉了 我是小赵 月结虽说开花时间很长 但是很多朋友在养护的过程中 却发现自己养的月结花开花次数少 开出来的花型也不好看 这个就和我们平时的修剪有关系了 月结花它在花朵开败之后要及时修剪 修剪等花朵变丑变颜色就可以修剪了 不需要等到花朵完全开败之后再修剪 如果你等花朵完全开败之后再修剪 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那这样你修剪的比较晚 下次开花的时间就会晚了 这样开花的次数也就少了 修剪的方法也很简单 从蚕花往下修剪2-3对叶子 再朝外的芽点上方1厘米处 给它修剪掉就可以了 也可以根据枝条的长短来决定修剪长短 像枝条比较长的呢 可以多修剪几对叶子 但是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在朝外侧的芽点上方给它修剪掉 这样子猪的灌骨会越长越大 越饱满 在朝里的芽点上方修剪呢 容易形成交叉质 影响通风性 修剪过晚还有一个坏错 花朵开败了不及时修剪 会造成养分不必要的消耗 还有可能会导致它截子 那这样就会更浪费养分了 养分消耗过多 开花次数会减少 而且呢 花朵开的也不好看 花朵开败之后呢 要及时修剪 修剪了之后 就要及时给它补充养分了 除了冬季月季花 会因为养肤温度过低呢 处于一个休眠状态 其他季节都可以给它来 占领甲均衡的复合肥 直接呢 给它撒在盆土表面 半个月左右 给上一次 注意活肥勤势 那等这个月季开始 孕育花苞了 就需要给它 及时补充领甲肥 领生二金甲 一比一千的比例 喷叶和灌根呢 同时进行 能让它花苞 开花的花型更好 花色也会更加的好看 今天关于让这个月季 多啪啪的眼睛